礼物,GV,希纳顿,文图 小巷记得,那是五月里最美丽的一天。 正在玩耍的它,突然被爸爸妈妈叫住了。 妈妈说,小宝贝,我们有个礼物送给你。 爸爸跟着点点头,是的,所有像你一样大的孩子都会得到这个礼物。 真的,赶快让我看看。 小巷开心地打开礼物。 咦,这是什么呀? 看着眼前红色的东西,小巷好奇地问。 这是一个宝宝专用的便盆。 爸爸回答道。 一个什么? 小巷瞪大眼睛,他显然不太明白。 是下雨天挡在我头上遮雨用的吗? 小巷问。 不是,爸爸笑着回答。 那么,它是用来喝水的大杯子吗? 小巷又问。 也不是。 妈妈摇摇头。 难道它是赛车的方向盘吗? 嗡,嗡。 小巷说着,学起开车的样子,在房间里跑了起来。 还是不对,儿子。 哈哈哈哈,我知道了。 小巷端来一个小鱼缸。 我猜,这一定是给小鱼背地的游泳池。 他开心地叫道。 不,不。 爸爸和妈妈急忙阻止。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,不是给背地的。 宝贝儿。 看着小巷困惑的样子,爸爸耐心地解释起来。 这个礼物的名字叫便盆。 它是用来嗯嗯和吁吁的。 妈妈补充道。 哦,原来是这样啊。 尽管如此,小巷还是不太明白这个礼物的真正意义。 好吧,让爸爸来给你演示一下。 爸爸一边说着,一边在便盆上面坐了下来。 爸爸,不行,这个礼物对你来说太小了。 小巷摆摆手。 你会把它做坏的。 小巷拉起爸爸,然后自己坐在了礼物上。 不过,你们看,他对我来说似乎刚刚好。 对,就是这样。 爸爸和妈妈高兴地点点头。 那么,你坐在上面感觉舒服吗? 妈妈问。 嗯,很不错。 小巷笑了起来。 没过多久,还是在这个五月里同样美丽的一天。 小巷第一次在便盆里吁吁了。 是他自己做到的哦。 再后来,小巷还在便盆里嗡嗡了。 他用的就是这个红色的便盆。 爸爸,快看,我嗡嗡了。 哇哦,这个礼物太棒了。 founding就让他们转闹了电话很快。 我差点一个大江桥, 我们俩进关, 我们俩进关! 我们俩进关, 我们俩进关, 我们俩进关。 感谢观看